欢迎回到五间总结的时间 我身边的嘉宾在要财政圈的研究部 副经理价值耀辉Stanley Stanley 你好 你好Stanley 不如先看看蓝筹股的最新表现 会控方面跌6毫半报67.7 租移动升接近3% 升2.45报86.65 另外公行方面升3先 去到5.33 建行跌1先报6.28 看来港交所跌5毫 新地方面跌1.45报114.4 长石升2毫 中人香港升1毫 国售方面跌3毫半 另外中海油方面跌2毫4 中石化跌6先 中国旅业升1先 中国海外跌4先 令到腾讯方面跌8毫 报198元 看到主要蓝筹股方面 个别发展 支撑大市的一定是中移动 中移动股价表现做得相当不错 升价接近3% 今天最高见过也是87.25 破晒之前的高位 看到今天税信方面 发表了一份报告 将中移动的投资评级 由中性调升到优于大市 目标价由88元 更加调高到101元 说到科资制息方面 有望2014年投入商业应用 到时的数据流量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流会加快 就憧憬着未来4G的业务 中移动就快公布业绩 其实现在算不算是炒业绩 我觉得炒业绩的因素 真的不是那么大 反而你反而觉得 中移动本身 其实之前的估值相对比较低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当然你看一些研究报告 都说科资的发展 其实我一直以来 你说科资的发展 对中移动的帮助 它是相对比较大的 都是长时间比较看它的表现 但只不过 你看到瑞讯刚刚说的 这个报告是2014年发生的事 其实是比较远的 跟现在相比的话 似乎是先炒定了 但始终你看到中移动本身 其实回到年初至今 没错的 相比之下是升得比较多 如果你这样累积化是升得比较多 但台湾一个大市相比的话 其实还是跑出大市 始终中移动本身的估值上 现在虽然说升得这么多上来 但现在还说是十二、十三倍左右的水平 其实仍然是比较偏低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 你看到近日的因素 似乎是追落后为主 始终中移动的股价 真的长期不动 即是去到港港都被人问 其实这个都可以说 但是本身业务发展率比较平稳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只不过我觉得 这个股份 可以说长线来计算 是一个真正不错的股份 如果你有放长线的话 如果之前 七十多多元都买的水平 买了的话 基本上我都觉得是 可以长渣 但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近三年的图比 你看到之前的股价 其实最高的这三年里面 即是计算是随正的因素 都会说是92.2元 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在后市 真的能够有机会 挑战回90元楼上的水平的话 到这一刻 我觉得都可能 先考虑一下吃一吃糊 因为 当然今天的形势上 其实是强劲的 尤其是你看到今天的走势 如果以一个这么大的成交 像今天裂口上升的话 后面市场的气氛 仍然是比较暢 带动股价格的表现 但是似乎 如果你有之后 90元楼上的水平的话 我都建议可能 借花仁千恒减持部分 因为始终你看到 短期的升幅 真的挺夸张 途比上你见到 你见到股价 除了之前这一段时间 即是09年左右的时间 曾经出了这么大的升幅 之后 其实没有升过 严格上 没有这么急升过 所以这次 这么急升的情况的话 我自己都觉得 短期的目标价 可以先订回90元 或者92元的水平 到这位我都可以考虑先行 是先行 顾顾货 或获获利先 短期来说 先行会获取个利先 另外刚才 Stan你也提到 中长线绝对看好中移动 可以不妨打开 其实会不会看到 瑞信就给他目标价 去到101元 刚才都说到 那些2014年的因素 现在可能率先反映出来 长渣的话 会不会等到2014年 才上到101元 我会不会去过来 见到这么远 记者 始终中移动本身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好的因素 就是在4G方面 你看到LTE发展 当然在Fiji上面看 其实中移动真的跑输了 中联通和中电信 这跟公司之前的制式有关 因为TDS CDMA有关 但问题到现在这一步 其实三大电信商在Fiji的上流量交派了 可以反映在TDS方面 其实中移动的表现 可以说是不断改善 连带之下上流量方面 都是保持着一个不错的表现 所以这个形势 我觉得到了4G的时间 反而中移动会取回主导权 到后的发展 其实在内地方面 假设能够推动4G的发展 中移动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特别是中移动本身已经有这么大的合户群 所以在推动方面 其实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中移动的前景上 我自己是个人来计算 都比较乐观的 但始终正如刚刚说到 短期里面其实升幅比较多 你见到短期的升幅 真的比较有点夸张 所以我反而觉得都是重新回来 如果有机会做90元的水平 都可能先来考虑一下 因为说你先减持 升了这么多了 未买的话 什么位置会更好呢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短期的因素的话 这些位置短炒 我觉得都不妨可以想一想 但如果你是想要长线的话 我都建议有机会留下82元到这些位置 做买会比较 就是相比之后会比较安全一些 你现在要买的话 86.6元 你上到90元港元是3个多 其实你说接货率又不是这么高 所以现在高追似乎 我觉得又不是这么好 另外不如我们说完中移动之后 就看看今天的基建铁路铺 看到新华社方面公布消息 讲到高铁发生路基的塔坑 看到今天相关股份也跌下来 中铁建跌了接近7% 跌4毫 最新报5.33 中交建方面跌超过1.12% 中国中铁跌1.6% 跌超过半成 中国蓝车方面跌2.2% 跌了接近4% 蓝车时代也跌超过半成 最新报20.6% 看到武汉至宜昌的高铁浅干段 上个星期五下午发生路基塔坑 扎汉长度大约是300米 目前工人仍然在抢收之中 其实高铁方面 经常发生一些事故 早前温州的动车意外 会否见到内地相关的基建项目 大家比他的信心不高 觉得安全性始终成疑 会否见到基建铁路股 始终很难再有炒得起或是升得起的意味呢 即使炒得起或是升得起 有货料也要先走 始终你讲真的 这个板块都真的多事故发生 你看到很多的 譬如之前刚刚的压力也说到 其实你见到 围绕着这个板块都经常出现一些质量上的问题 即是基本上 算是这次发生的意外 基本上也是因为质量的问题 而导致出现了这些意外 幸好就是因为未性的通车 现在还是一个事业的阶段 但如果性的通车出现意外的话 那个影响性可能会更加之巨大 所以这个板块 今天也是在H股方面 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都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下跌 始终我觉得这个板块一直以来 被人的信心真的不是那么大 甚至经过之前的事件之后 信心上似乎有机会是恢复了 但经过今次的事件 似乎又再令到这个板块 因为受大家的注视 或者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本身高铁也是之前比较多 大家都知道比较多负面的消息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拖累之下 我自己觉得这个板块 短期里面似乎受到的沽压的情况 应该是未消除的 所以短线 如果这个波及反弹 我觉得暂时还是一个好的时机 另外见到人大会议上 温家宝也说过 会推进铁路、电力行业和电价改革 就说到铁路行业方面 可能会进行一个改革 之前也知道 因为铁路部的部长 因为贪污事件而下台 其实会不会见到 有个温家宝方面 可能是全面实施进行一个改革 如果新任部长 是给大家一个廉洁的形象 又或者给大家一个 比较会做事的形象 铁路股会不会有一些好些的储贯 当然你说如果转了人 有个清官商场 当然对大家的信心上 会回到家 但是这些不是短期内的事 甚至乎亦是公职 正式的变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只看内地方面的 基建方面的建设出道 这些措施 其实似乎都不是那么乐观 尤其是你看到今年的情况 其实都比较特别 本身有很多今年来的经济增长 7.5% 其实有比较多的人开始关注 就是说 究竟你买基建方面的进度 有没有机会 多人会放慢 所以我觉得 对于基建板法来的 本身其实都真的 自己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这个板法 我觉得再加上今次的 一个叫负面的消息的话 不排除股价 有机会就会被大家拖累 好 谢谢 另外我们看看食品股 看到鱼润食品公布业绩之后 股价偏远 看到鱼润方面 最新报价 跌超过3% 另外 跌4毫报11.54 其余几只 中国粮油方面跌9仙 中国食品升2.5 升超过3% 蒙油方面升1毫 汇原果汁跌4仙 中国旺旺跌1毫9 天日果业升2仙 核生源跌5毫4 看到内地食品股各别发展 鱼润食品公布业绩之后 股价偏远 但两家大行对鱼润有不同的看法 大摩说到 会正代鱼润一个 勁复苏的强劲信号 微升目标价到12.9 瑞银方面说到 鱼润流动性转差全隐优格 大涨目标价到6.9 两家大行给的目标价 相差6元的距离 都差几元 瑞银看得这么淡 你又没有看得这么淡 我觉得我都差不多了 因为最主要本身 你看看鱼润今次的业绩 之前发了刑警 所以基本上 真的预算差 但差之外 你见到公司 虽然对待之后的情况很乐观 但似乎 都比较欠缺一些实质性的支持 加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你见公司在期内 你见到设备的价值 其实是五成岭 没有五成岭 好像不是一个全面的用的设备 但公司在考虑这段时间 仍然是增加产能的 就是增加的设备 这方面其实 几年大家有些奇怪 因为你本身 你自己现有的一些产能 都没有用完 你再加大产能 其实就比较多疑团 所以公司本身在之前的时间 比较多一些 你以为股败也行 或者比较苦美的知识就行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这些迷团 这些不明朗因素 未消除之前 我觉得也挺难 释除投资者的疑慮 所以我对自己来计 本身 我觉得这些事件 都说多话少 应该了我对他的信心 所以我反而觉得 严格来计 有货的 可能都宁愿他先逼一逼 反而你没有货的话 他股价有没有 例如有机会 怎样待10元到这位置 先再考虑 我觉得都不妨再观望一下 是的 看到预润的管理层说到 有信心 无利率会回复正常水平 会继续按计划去扩产 而大摩看好他的看法 也都说到 预用复苏势头 短期仍然面临挑战 但是如果公司能够扩大产能 有助他重新夺回这个倚价能力 在第3、4季的利润率 将会有明显反弹 会不会扩产的意思 就是想扩大市占率呢 我觉得就 你看回你怎么看 但是我觉得这些做法 我自己就真的不是 就是 你听说 每个月打开他的解释 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似乎他今次抗产的因由 我就不太接受 所以我仍然都维持 对他的看法 都是比较负面的 谢谢 另外来看看市场 见到市场收市前 恒指跌54点 暂时报21,034点 期指跌60点 暂时低水36点 国企指数跌32点 报11,224点 今天反复拉锯 赔回 市场怎么看呢 基本上就因为今个星期都比较多 就是一些变数存在住 除了你说 业绩期 当然大家都会关注中业动的业绩 因为见到股价 抄了上来 业绩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因为看很多公司 尤其是蓝赛 都是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但是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其实今个星期 都有外来方面比较多变数 特别是 你看到欧洲方面 航转都会有个会议 另外就是 联储方面都是意识 当然你说港贵斑上后星的理计 重序2.50天线 其实走体上是强势 是利好 但只不过 你会见到 整体上大市 似乎今个交投 都开始又变得比较审慎 特别是你见到今个成交量 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只得大概260几亿左右的水平 如果撇除中业动 20亿左右 其实大市交投 真的不是这么多 反映现水平 投资者方面的气氛 都真的不是那么大 所以我都认为市况 似乎今个星期 都有机会可能会比较反复 预期会大概在 20500点 至21500点 这个区域 可能才做一些整股 好 谢谢 另外内地股市方面 今天收市表现 半天来说 三大指数都是下跌 跌幅介乎0.32% 至0.47% 内地股市的表现 都会不会公布 都会观望着一两会的结束 绝对是的 因为你见到两会方面 基本上现在都是比较多 等一些政策出台 大家都会开始比较关注 究竟内地会不会有机会放松银根 所以回到这些情况之下 我觉得内地股市 都可能做一个比较拉距的局面 好 谢谢 另外看到 恒指半天来说 收市 看看收市表现 恒指方面是收报 21,029点 跌了56点 跌了0.27% 成交额方面半天来说 借了264亿 期指方面跌64点 低水36点 收报20,993点 国企指数跌36点 去到112,219点 跌了0.33%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Stanley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些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谢谢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午1点钟恒指开市的时间 再和大家跟进大市的最新发展 1点钟的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